加州州长纽森周二正式签署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经济复苏计划 纽森称 这项全国最大的经济复苏计划将对加州民众退税来提供经济援助 每一位民众最多可领1100美元 根据州长办公室的新闻稿 此次补助的总金额将高达120亿美元 而近三分之二的民众将会收到退税 报道指出 想要获得退税的民众必须已经提交2020年的纳税报表 并在纳税年度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加州居住 每个家庭只要年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 都有资格获得本次的600美元退税 此外 有孩子的家庭 包括非法移民家庭 还可以额外获得500美元 除了退税不住 这项计划还将提供52亿美元 补交疫情期间房客拖欠的房租 同时为小企业提供40亿美元的补助 另外 有120亿美元将用于解决全州的游民问题等 对此 有符合条件的民众抱怨 前几次州府的救济金到目前还没有收到 此前 加州就业发展部曾在6月中旬宣布 只为积极求职的失业者发放救济金 主要原因是州府和联邦在疫情期间持续发放救济金 降低了民众的求职动力 造成加州就业市场疲软的现象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